体育大生意,第2756期,欢迎关注领先的体育产业信息平台,2022年1月6日,2021,第八届体育大生意年度崩会,即颁奖盛典,将在广州举行。 恭请各位体育产业同仁丽临,一起探索体育产业新课题,实施新路径,谋求行业新发展。 2021年的中国体育产业,凝聚了冲破不安过去的激扬,立足本先当下的坚守,面向璀璨未来的部署。 这一年,中国体育产业同仁的奋斗之路,颠荡,而不失乐观,曲折,而不失光明。 作为中国体育产业每年的盛事,体育大生意,年度崩会,历年来,广邀各路明星大咖,专家学者,政府官员,体育产业各界同仁一道参会,通过科学研谈体育产业发展形式,以权威界读,行业观点,经验分享等形式,传递行业观点,被视为,中国体育产业界的风向标。 第八届体育大生意年度崩会,将邀幸,原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司长,刘福民,新英体育CEO,心爱体育CEO,FMA董事长,玉灵肖,中国移动米国部总经理,严中伟,广州城俱乐部董事长,黄胜华,等体育产业大佬,进行主旨演讲。 我们也将陆续揭晓他们的身份和主题,他们将结合产业发展现状,分享宏观层面的发展趋势,研判预测,以及围绕某一期分赛道的具体总结,前瞻,和冷思考。 我们还将设置三大圆桌论坛,十四五十七,体育产业,如何服务大湾区国家战略,粤港澳大湾区,拥有强劲的经济发展动力,和广阔的市场空间,是我国举办职业体育赛事,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。 这一连着论坛,将邀请华体集团,朝向集团,广州龙师,深圳猎豹,网冠军赛,开乐师等,围绕中超,CBA,格斗等大型商业赛事,分享如何充分利用好,十四五这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,谋划大湾区体育产业新发展,连续体育大年,探寻体育营销之道,则是对2021年奥运会,欧洲杯,美洲杯的全面复盘,以及对2022年北京东奥委,卡塔尔世界杯,杭州亚运会,成都大运会体育年的展望。 海信,阿里体育,盛开体育,美凯地板,拨润体育等赞助企业,和营销专家,将共同探讨,如何把握,连续体育大年的营销机遇。 电竞之意,助力越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腾飞,则仅扣大湾区电竞产业发展。 作为体育产业里的后起之秀,电竞行业,处于蓬勃发展阶段。 越港澳大湾区各地政府,也陆续翻布电竞政策,争作电竞城市的同时,为湾区体育产业发展,注入新动能。 越,港,澳电竞协会,腾讯护育网者荣耀,广州体育学院销售,等各界代表,届时,将共同谋求,电竞行业新发展。 左右滑动,查看更多现场图片,连续第八年,体育大生意,广邀各路明星大咖,专家学者,政府官员,体育产业,各界同人一到餐会,您将有机会,结识来自诸多西分领域的朋友,从而充实您的远脉,拓宽未来发展之路。 政府,学院,和协会资源,国家体育总局,广州体育学院,休闲体育,与管理学院,深圳体育产业协会,粤港澳电竞协会,澳门电竞协会,广东电竞协会,天河区电竞协会等。 体育产业优质公司,朝向集团,当代文体,阿里体育,新英体育,腾讯体育,万达体育,PP体育,朝经护鱼集团,建发集团,华体荣科,红金帝,央视索福瑞,复兴体育产业集团,九市体育集团,KIP,Sport肥拉加戴尔体育,股东,乐客运动,美日瑜伽,华发体育,盛开体育,华氏体育,厦门文广体育,汉北体育,思科体育,仲辉体育,关键指导,博润体� 乐高体育,齐胜广告,央体体育,运动报,外星人体育,疯狂体育,瑞泽体育,方格文化,竞采猫等,赛事组织方,及俱乐部代表,NBA中国,广州城俱乐部,广州荣师,广东红圆,深圳家赵业,深圳猎豹,珠海爬发集团,CBA联盟,晚冠军赛,BBBB联竞,中网,排超,LPL,KPL,PAL,F1电竞等 品牌方,海信,安踏,黎宁,特步,361度,匹克,探路者,索康尼,舒华体育,迪卡农,卡尔美,亚瑟士,安德玛,凯乐石,KEEP,墨迹天气,美海地板,三棵树,京东物流,卢州老教,元气分林,结识邦,好家庭实业等 媒体资源,新华社,人民网,中国移动密估,PP体育,爱奇艺体育,微博体育,澎湃新闻,新浪体育,腾讯体育,搜狐体育,网易体育,一点资讯,抖音,快手,直播吧,中国体育,ZHIBOTV,猎云网,西瓜视频,OSPOTS全体育,Volken,EcoTalks等 祝,为了参会人员的健康安全,以及峰会,顺利举办考虑,我们将执行严格的防疫政策。针对广州本地的参会嘉宾,需出示绿码,以及行程卡,进行查验,非绿码者,恕不接待。针对非广州本地的参会嘉宾,需持有七天内核酸阴性报告,以及绿码,感谢各位的理解。 关于本次活动,更多参会,合作详情,请联系,参会咨询,王先生,媒体咨询,徐女士商务咨询,大生意君主,本人所用图片,来自网络。